那么下面第三位佛是明光佛 这是表 大智随眼 法因远闻 能令众生 破米开悟 离苦得乐 这个佛的德号里面 我们看明文佛和明光佛都有个名字 这里面有秘义 这个秘义就是教我们直尺名号 一心不乱心不颠倒 就决定往生 所以这个明光佛的光 代表的是智慧 究竟圆满的智慧 能够横顺众生 随即施教 随顺着众生的根性 随顺他们的爱好 他们的生活方式 为他们演说 也是表演 做出来给他们看 然后跟他们说 所以佛法里的教学 是一个活活泼泼的教学 能随着众生的根性 根性的变化 这个来教导 一个人众生的根性 会在变化 比如说一个儿童 他的年龄不断的增长 那么他随着成长 这个智慧也在成长 经验也在成长 那么老师教导他们 就会要随着 他们的年龄 智慧经验 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 不同的教学内容 那么 教材 在古时候教学 这个教材 确实 是固定的 你比如说四书五经 那么小孩子 六七岁开始念 一直念到七老八十 念到胡须都白了 还是念四书五经 教材没有改变 可是教学的方法 和对教材的 内容的解释 体会 运用 确实随着他们的年龄 增长 而改变 所以 人年纪越大 体会的越深 那么 佛的经典 也是这样子 初学佛的时候 我们读经 可能 这个体会就很浅了 一直呢 我们不断的修学 如果到了一百岁 还读这部经呢 体会就不一样 就好像阿弥陀经 这么简单的一部经典 这过去刚初学佛了 说念它 跟现在念它 真的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体会啊 是随着 这个年龄增长 智慧增长 而不断增长 那么所以啊 教学要懂得随机演说 都是为了让众生 破米开悟 离苦得乐 那么这个明光佛 它也有啊 这个 法音呢 远文的含义 这个法音远文啊 确实在过去啊 我们不容易体会 到现在呢 高科技啊 发达了 我们能体会的 比较容易了 现在用这个 摄影的设备 通过摄影棚 设置 通过网络 卫星 向全世界播放 所以在全世界 无论是在哪里 只要有电脑 能够上网 就能够接受到 这是法音远文啊 那是 这个 这是说通过啊 电磁的讯号啊 来传播 那实在讲呢 法音远文啊 它本来就如实 这是啊 自信啊 本来的作用 我们是迷了自信啊 所以这些 自信的德能 作用啊 不能够现成 啊 所以啊 这个 我们的 音声 我们的意念 能够在刹那之间呢 传遍 传遍了 虚空发界 所以一切的 诸佛菩萨 都能够感应 为什么呢 因为啊 佛菩萨的心性 变虚空发界了 那一切众生的心性呢 也是变虚空发界 在心性上啊 佛与众生啊 是无二无别 而且是自他一体 自他不二 这整个宇宙啊 是不可分割的 所以啊 这见吻觉知的这个性能 是变虚空发界 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够 见吻觉知啊 遥远的地方的事情呢 这是我们自己有障碍 是因为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 把我们的这个能力障碍住 这个能力啊 虽然被障碍了 但是他没有丧失 只是现在啊 因为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 不能够现前 所以啊 这个能力啊 你说恢复这个能力 都不太恰当 因为他原来就没有失去啊 啊 何以说恢复呢 实际上就是啊 没有现前而已 啊 他没有啊 啊 我们没有感受到 他的作用而已 所以 法因远闻啊 能令众生啊 破米开悟 离苦得乐 这是 真实的 只要我们放下妄想分别执着 我们就能够感受得到 我们就能明了 好 我们来看了 下一尊佛 达摩佛 这个达摩是翻译 翻译成中国意思啊 是法 所以达摩佛表法的意思呢 就是啊 大法失成自否 啊 那么 那么 这个大法 到底是什么法呢 就是我们 这部经理介绍的 念佛法 这个大法 深寡 无尽 没有一尊 没有一个法门 能够跟他相比的 啊 那么这个法门是从哪里学的呢 啊 那我们学习啊 一个法门 啊 必定有老师啊 老师是哪一位呢 是 释迦摩尼佛 那 这是我们的本师啊 啊 啊 我们是直接 师承于释迦摩尼佛 啊 虽然 我们讲啊 这个法的传承 是有一代一代祖师啊 传下来的 你看 但是呢 啊 虽然 这个法门也是祖师传给我们 可是我们读这部经 啊 这部经是如来 亲口所说啊 啊 啊 我们呢 因为有祖师 大德的介绍 啊 所以现在展开经传 经卷呢 读这部经 就能直接得到 佛的承传 啊 所以每一位啊 修净土的人啊 都是直接承传 啊 师承自佛啊 我们每个人呢 都是释迦摩尼佛的 嫡传弟子啊 啊 所以你看看 修学这个法门 啊 是诸佛赞叹了 一切菩萨 护法善神都拥护啊 我们来看 第五尊佛 法床佛 这个名号是表 为众生作则法眼 建法床 立宗旨 大行教化 幅度众生 啊 这个床 啊 就像啊 这个旗指一类的 啊 这 在佛的 佛门道场里面呢 会常见到 它的形状呢 是个圆形 啊 有点像风筒的那种形状 那么古代的寺庙里面呢 凡是要讲经说法 啊 就会把这个床啊 高挂起来 啊 通知呢 这个周边的大众啊 可以来听讲了 啊 这个讲经说法 就是上课啊 啊 那么上课 老师 是在道场里面呢 通知学生 但是呢 绝不会出去外面 啊 拉信徒 绝不会呀 出去外面啊 啊 去教你 啊 古人讲的 只问来学 未闻网教 啊 这是中国人的识道 啊 对老师 非常的重视 非常尊重 啊 所以 只有说来求学 啊 没有说 去 某个地方啊 去教你 啊 或者说 去招生 这些 都没有的 啊 招生的 那是有点自高自大了 啊 老师啊 他的 真正有德心 有学问的 他谦虚 他不敢说招生了 啊 最多是呢 我把这个 床啊 啊 挂起来 通知一下你 啊 你有缘 看到了 你就来 啊 你 来不来 完全是自己的 意愿 啊 绝对没有啊 这个 啊 强迫 或者是啊 故意的招揽 那么这是啊 这个 法床啊 啊 啊 这古代用来啊 啊 通知人 听经的一种 通讯工具 那么 那么 现在啊 啊 我们的时代 已经入了高科技了 啊 这个时代了 那么 讲经的 这些讯息 可以通过 啊 网络 啊 通过呢 这个 啊 像广告啊 之类的 来 告知啊 社会大众 啊 就像我们 啊 每天 在这里呢 啊 开讲了 在网络上呢 出一条啊 广告 啊 某一个时间 啊 这个 我们这样 播放 啊 什么景点 啊 那么呢 喜欢来听的 他就来听 啊 到了那个时间呢 他可以啊 打开 电视 啊 或者是电脑 来听讲 啊 所以这一类的 通讯工具啊 就是现在的法床 那么 讲经教学 就是为众生啊 做责法眼 佛法里面呢 法门呢 很多 啊 经典 浩如阴海啊 那我在这个 这么多经典面前 学哪一步呢 啊 这么多法门 面前呢 我们选择 哪一门 那 啊 所以这就需要老师啊 去指点 啊 老师是过来人 啊 他 有修行 啊 有经验 所以呢 他帮助大家 选择法门 啊 提供啊 大家修学的一个参考 这叫 折法眼 那么 那么建法床 立宗旨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建立道场 啊 是建法床啊 这个 道场 都有他修学的 啊 目标 规矩 啊 这是立宗旨啊 那么 现代的道场 我们师父上人呢 常常提倡 要依啊 应光大师的教会 他老人家教给我们呢 道场 不要超过二十个人 小道场 这样子啊 大家住在一起 生活容易维持 自己照顾自己 啊 大家在一起啊 啊 辛苦一点 啊 不必出去化缘 啊 真正啊 有人 供养 啊 我们呢 生活 简单 啊 心 安定 啊 这 清苦的生活 能够激发 道心 啊 这个 生活太享受了 这对世间呢 这些五欲六成呢 就会发生执着 啊 发生贪爱 这会啊 障碍我们 求生净土的 愿心 啊 啊 那么 大行 教化 这是讲啊 这样的 道场 希望啊 每一个地方啊 都有 啊 大家都 遵照这样的 修学 规矩 啊 那么 听 老师的 啊 教学 这样子啊 人数啊 每个道场啊 不用很多 但是呢 道场的数目啊 很多 这就大行人 教化 啊 这样再次才是啊 福度众生 那么 下面第六尊佛 是持法佛 他表呢 自他 依教修行 实证 佛法始终 啊 众实见故 这是持法的 含义 持就是保持 啊 就是受持 受持什么呢 如来的教诲 啊 这个 对于 如来教诲啊 永远的保持 依教奉行 这叫做吃法 啊 那么我们 所说的 就是啊 啊 为 一切众生啊 啊 做一个好样子 啊 受持 读诵 为人 演说 自己真正 依教奉行 啊 做到了 你才能够啊 为人演说 如果自己做不到 啊 希望别人去做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 劝人呢 先要劝自己 自己真正 力行 佛陀的教诲 啊 这个 修行 有了实证 有了真实的体会啊 啊 那么 你不论在 思想 见解 言行上 对于 佛的教诲啊 都没有犹豫 啊 没有怀疑 这样子啊 你才能够啊 真正 劝人 相信 所以啊 佛法的修学啊 始终 注重 实践 佛法 是重实质 不重形式 那么 自己 要真修 不能够啊 搞些 形式上 表面上的功夫 啊 那种啊 不能够利益社会 啊 不能够利益众生 所以一定要真修 真干 啊 真修 真干呢 就是 一教奉行 啊 怎么一教奉行呢 就是看破放下 啊 放下自己的 成见 放下自己的 妄想 分别之种 随顺 如来 教诲 把 如来 教诲啊 完全 落实到自己的 生活 这叫真修 所以啊 起一个念头 都要想到 我这个念头 能不能够 为众生 做个好榜呀 能不能够利益社会 利益众生 啊 能够利益社会 利益众生啊 这是善念 如果不能的话 要立即放下 啊 这个念头 一定是自私自利的 啊 损人利己的 就不能让这个念头起来 啊 不能啊 去造这个罪业 这是从 根本上修 啊 起信 动念 是根本 啊 这样子 受持啊 佛法啊 持法佛 代表的意思 那么 这个 下方佛 六尊 佛名 我们呢 介绍到这里 这是表示啊 大型教化 我们要了解的 啊 这些原理原则 好 请看呢 下面一大段 是上方佛 那么我们呢 单把这个 佛名啊 念一念就好了 为了节省时间 舍利佛 上方世界 有范音佛 素王佛 香上佛 香光佛 大眼间佛 杂色宝化 延身佛 梭罗 素王佛 宝化 德佛 见一切 异佛 如须弥 山佛 我们就念到这里 那么上方世界 列举了 十尊佛的德号 这个十字 十的数字啊 也是 有表法的 这个十 是代表圆满 华言经 就是用十啊 来表圆满的 那么西方世界 七尊佛 也自代表圆满 那么这里是用十 它表什么意思呢 觉醒圆满了 一生成佛 那么 什么法门 能够帮助我们 一生成佛呢 就是这个念佛法 所以啊 这十尊佛的 佛号 是代表圆满的佛法 这一段经文的 里头啊 有很深的意思 我们 佛门里面称啊 叫秘义 这个秘啊 不是秘密 是深秘 是很深的意思 那么我们呢 细细去体会 这个意思啊 真的 等同于华言 我们来看第一尊佛 范音佛 这个范呢 是清净的意思 音是音声 就是说法 诸佛如来 在我们这个 娑婆世界 视线 教化众生啊 都是以音声 做佛事 也就是他讲经教学 这讲经说法的音声啊 就是清净的音声 就是范音 那么 什么地方 我们能看到 就是清净的音声呢 这是这 能他这个 说法 帮助我们 舍四相 四见 说法清净啊 无有染着 金刚经里面讲 破四相 破四见 四相就是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四见呢 就是我见 人见 众生见 受者见 这个破四相 和四见 层次就不同 下手处 就是破四相 破四相 破四相 一般我们说 从哪里下手啊 先从 放下 自私之力 放下 明文利 放下 五欲六成的享受 放下 贪嗔痴慢 从这里下手 这是破 我相的 实际方法 这得 天天干 这个 年服一年的干 如果能干上十年 那我们的说法 才能够清净 为什么呢 因为无我了 如果还有我相 四相 具足 这个 心不清净 那说法 怎么能够清净 所以啊 师父 上人呢 常常教导我们 起心 动念 不要为自己想 为自己是 增长 我之 加重这个 我相 我见 是要为一切 众生想 念念都是 舍己为人 没有一丝毫的 染足 我们来看 第二尊佛 素王佛 这是表 大乘 菩萨道法 无上道 只进入也 这个树 我们说 星宿 星宿中的王 就是 这星星里头 最大的 那么 这是表 大乘 菩萨道 这大乘 他比小乘 殊胜 这个小乘 他能够帮助我们 出三界 可是呢 大乘这里呢 超过小乘 他呢 属于进入 就是帮助你成佛 这个超过小乘 那么他 这是进入 小乘呢 它是迂回 它是 等于拐弯了 兜了远路了 这个 不能够成就 无上菩提 那么大乘 大乘 能帮助我们 成就 无上菩提 所以 这是 比较而言 大乘 跟小乘 来比 大乘 殊胜 那么 那么 刚才讲的 破四相 破四见 小乘 出口 虚脱还 就破四相 也就是 他不着相 无我人 众生 受者的四相 通俗的讲 他无我的 无私 的 这样的人 就入圣流了 他是圣人了 不是凡夫了 凡夫有我 起心动念 都没有忘掉我 还是有自私自利 小乘出国的圣人 我已经忘掉了 所以 凡和圣 差别就在于 这里 看看这个 我相 还有没有 那么 所以 小乘 跟 凡夫 小乘 圣人 跟凡夫 比起来 这个 小乘 就是 殊胜 六道 的凡夫 他没有 破四相 所以 他这个 不清净 他有染色 那么 大乘 跟小乘 比起来 那 大乘 就比小乘 更清净 那么 这是讲的 肃王 佛 是代表 大乘 这是 进路 可是呢 有比他呢 更洁净的 那就是 下面一尊佛 讲的 相上佛 这是代表什么呢 代表 禅宗 禅宗啊 六祖 谭经里面 这个 传香 忏悔 这一品 说的 这个 五分 法 神香 这 香上 代表 这个 五分 法 神 是指 戒 定 慧 泄脱 泄脱之间 这五分 法 神香 那么 这是属于 静 中 静 这 相上佛 是在 代表 禅宗啊 这是在 大乘 里面 这是 解禁 禅宗啊 是 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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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的 静 那我们 这个 选择 法门呢 当然希望 选择 静 这个 小乘 比六道的 善法 要殊胜 大乘又比小乘 殊胜 这里的 禅宗啊 在大乘里面呢 又是最殊胜的 但是呢 还有比他呢 更殊胜 更捷径的 下面第四尊佛 代表的 相光佛 相光佛 代表什么呢 代表 静宗 法门 念佛 求生 净土 那为什么叫 相光佛呢 这个相光的意思 是什么样的呢 这是出自于 楞严经 相光 庄严呢 所以 我们看到 相光 两个字 就知道 这就是代表 净土宗 净土宗啊 是 净中 净又净 他比 禅宗啊 又更加的 这个 洁净 是最 直洁 最 稳当 最 容易 最 简单 而成就 又 无比 殊胜的 法门 这是 相光 佛 代表的呀 所以 禅宗 修学 很不容易呀 要成就 难了 但是 静宗的 修学 成就 容易 真的是 古德讲的 万修 万人去呀 那么 这里是 为我们 介绍了 这个 佛法里头 选择 法门 这个 比较 下面 从第五尊佛 我们来看 大 盐 监 佛 这个 盐 盐 佛 这 前面 我们看到 这里又有一个 大盐 监 佛 他的意思呢 表什么呢 最上法 用最上法呀 来教人 教导人 一生 成佛 所以 既然我们已经 比较出来了 静宗法门 是 静宗 静又静 是最洁 静的法门 那我们就要用这个法门 来 帮助别人 不可以令法 要把 最上法 介绍给他 介绍给大众 让他们 一生当中 圆满 福 古 那么 这是大盐间佛的 表法意思 下面看 第六尊佛呢 杂色 宝化 盐生佛 这个佛名啊 就是代表了 大方广佛 华盐经的 经题 大方广佛 华盐经的 经题 如果从 梵文 直译过来啊 叫做 大方广 佛陀 杂花 庄严经 这直译 中国人喜欢 简单呢 把这个 佛陀的 陀字 省掉了 杂花的 这个杂字 省掉了 庄严的 庄字 省掉了 就简称 大方广佛 华盐经 所以你看看 这里的 说的杂色 宝化 盐生佛 就是代表 华盐经 那么这宗佛 佛号 代表 一生 一生 圆满 为华盐 华盐 华盐 讲的最详细 尤其是证实 念佛法门 为究竟之规 表这个意思 那我们 那我们 学华盐 学到最后呢 看到 善财 同子 五十三层 善财 同子 是为我们 做视线 把 华盐经理的 理论 演出来 给我们看 那么 善财 同子 他是 一生 圆成 佛果 他不是 第二生 这一生 成就 那我们 看他 何以能够 这样成就呢 这是 我们 师父上人 过去 讲华盐经 这个 问题 他把它搞清楚 他原来 在悟 善财 同子 他 参学 他自己本人 是修什么法门 那我们 在华盐会上 看到 善财 同子 在他的老师 文殊 菩萨会下 明信 见信 这是得到根本质了 然后呢 他出去 去参学 参学 参学 是为了成就 后德制 成就 究 究竟 圆满的 佛果 那他 五四三餐 你看他第一餐 参访 吉祥云比丘 吉祥云比丘 是叫他念佛法律 叫他 波咒 三昧 那么 这是第一位 善知识 先入为主 到了最后 第五十三位 善知识 普贤 菩萨 普贤 菩萨 讲的就更明确了 十大愿亡 道归极乐 发愿求生极乐 实际 那么我们从这里看的就很明了 善才童子修什么法门 修的是念佛求生净土的法门 他的老师 文殊菩萨 在华言会上 念佛求生净土 五十三餐 至始至终 开始的老师 吉祥云比丘 叫他念佛 最后的一位老师 普贤菩萨 十大愿亡 道归极乐 你看 至始至终 都是叫他念佛 求生净土 所以这是华言经的 究竟止归 这是杂色 宝化 阎生佛 代表的意思 那么第七尊佛号 是梭罗 树王府 这里是表 圆正究竟坚固 为大法王 秘境不二 梭罗树王 是代表秘宗 秘法里头 称究竟坚固 所以他代表的是 圆满的正德 究竟坚固的秘法 这是大法王 那么这里显示的是 秘境不二 中国 大乘佛法 自古 分为八个中派 小乘有两个中派 总共合起来 十大中派 那么 这十大中派 如果把它总结一下 不外乎 决正进三门 有的法门 是走决门 像禅宗 讲究大彻大悟 明心见性 这是决 那么 教下的 他是走 正知正进入门 那么 禅土宗和秘宗 他是 从 静门入 修 清净心 心 静 者 浮土 静 但是 静土宗 跟秘宗 虽然同时 修清净心 但是 他们的修法 不一样 静土宗 是 远离 染污 保持自己的 身性清净 密宗 他的境界 就比 静土宗 殊胜了 他是 不离开 染污 再染 而不染 在染污当中 修清净心 这个成就 要高 不容易 那么 密境 是不二的 因为什么呢 同时修 清净心 所以 得到了 清净心 那么 你就 绝正 静 统统 都得到 不二 那我们再看 下面 三尊佛 这是最后 三尊 下面 这三尊佛 他也是表 佛的 法身 报身 印花身 那前面我们看到 东方世界 一开头 你看东方世界就讲到 须迷向佛 大须迷佛 须迷光佛 这是代表 佛的 法身 报身 印花身 那到这里呢 我们又看到 这个 宝花 得佛 代表 圆满的 报身 这是 代表 圆满的 智慧身 自信 剥弱 智慧 现前 那么 见一千亿佛呢 是表 千百亿化身 无量的 世界里面的众生 只要有感 佛就有印 而且是立刻印 这是 这尊佛 表法的意思 那如须迷三佛呢 这是 又是用须迷 它是表 清净 法身 所以啊 这个 三生 这里再次的 出现 实际上啊 法 报 化 三生 三而一 一而三 而从东方世界 一开始就说到 这法报化三生 这是开始的时候 到最后啊 上方世界 总结了 又谈到 这个法报化三生 测试 测终啊 表明呢 我们 学佛 追求的目标 测死测终啊 都是 圆正三生 圆满的正德 这一体三生 那么 佛 智慧啊 是究竟圆满的 那么他的教学方法呢 勾明到极处 这里是讲到 善效 方便 用这些名号啊 来做教学 所以啊 这个 你看 六方的佛 他们的佛名啊 表法的含义啊 就把佛法理念的 这些教学的内容啊 表达出来了 那我们呢 在这里啊 再温习一下 看看 东方世界 你看 这表什么呢 修学的根本 佛教学 一开始 把修学根本啊 教给你了 然后呢 南方 是表修会 西方 西方 是表修福 北方是 福会啊 有了基础了 要开始教化众生 那么教学 相涨 帮助自己提升 这是啊 我们呢 要想提升境界 必定要用教学的方法 啊 那么 教学啊 又是修会 又是修福 所以叫福会 双修 啊 这是成佛 叫二诸尊 是福会 都圆满了 啊 这是 北方 是开始 然后到下方 啊 下方呢 代表大成 六波罗密 啊 告诉你呢 修学 就近人满 啊 大行 叫化 啊 那这个 上方 啊 最后呢 啊 表示了 你能够圆成 无上的佛果 特别是啊 修学 念佛法文 帮助我们啊 一生 圆成佛道 那么这是啊 六方佛名 表法的 这些痕 那我们呢 就简单的 啊 给大家介绍 下面呢 我们看 吾义大师 在药节里面呢 有一段话 讲得非常好 那我们呢 先念一念 佛度生 生 受化 其间 难逆 浅身呢 总在于圆 圆子 所在 恩 得 红身 种种 教起 能令 欢喜 信入 能令 触动 肃肿 能令 魔障 难遮 能令 体性 开发 我们先 读到这里 那么这里的意思 很深 特别是 我们要发心 红法 护法的人 不能够不懂得这些道理 如果这个道理不明白 难免会退行 那么这里讲 佛度生 佛度化众生啊 这度就是教化 那么生受化 众生接受佛的教化 这个教化 它是 有服务的意思 那么不一定啊 在讲台上啊 才是教化 在任何时候 为一切众生啊 服务啊 都叫度众生 所以啊 佛菩萨 服务众生 这是无条件的 啊 舍己为人啊 大慈大悲 这个叫大菩提心 那么 如果有机会 能够啊 为众生福 就必定啊 挺身而出 直下承担 这是大菩提心的 可以舍己为人 如果不肯舍己为人的人 他始终不能够成就我 如果说 我现在念佛 求生净土 等我到了极乐世界之后啊 我学成了 再回来帮助众生吧 那么 有这种想法 对不对呢 要看他的情况 如果这个时候啊 他有能力 能够帮助众生的 而他不肯去帮助 用这句话 来 推脱责任 那你说他能去吗 极乐世界他去不了啊 因为他大菩提心密发 那怎么样才说 到极乐世界 学成以后再回来帮助众生呢 那是啊 我们看到众生苦 我确实啊 想要帮助他们 但是没有能力帮助他们 没有这个源 所以我现在呢 只好到极乐世界 先学本事 将来有这个能力了 有这个源了 才来帮助众生 如果现在有能力 有这个缘分 而不肯去做 不肯去服务众生 这是跟阿弥陀佛的本愿 相为辈啊 所以啊 有一分的能力啊 要帮助众生一分 有两分帮两分 这样功德才是圆满的 所以这里讲的 生树化 你帮助他 教化他 众生啊 得到了 转化了 这个化 不仅是接受教诲而已 而且他是 接受教诲以后啊 他 产生变化了 这教学啊 有了成绩了 这个化是什么呢 转化 第一步是 转恶为善 第二步 转迷为悟 第三步是 转返成圣 这真转了 教学啊 有了 效果了 那么 这一段呢 我们呢 意思还没有讲完 现在时间到了 我们呢 暂时先 学习到这里 墨学习讲 如果有讲的不妥之处 请各位菩萨大德 多多批评指证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